所以六星千不该万不该 收了他钱包 第一给了他希望 第二还有一点 我不是大家一没意识到 无形间加大了 你和他之间的分手成本 加大了成本 你看我们两个人好的时候 田哥哥密姐的 你这钱就我的 我的就你的 但这里边 他是有投入的 这个投入很多人理解成 感情投入 时间投入 这都是成本 你不要以为钱就不是投入 这个有的时候 在一块时间长了 你在他身上花的钱花多了 分手就会困难 为什么 我付出这么多 我要分手之后 我难以承受这损失 所以这个我们管的 叫分手成本 你看 我举个例子 你看你生活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事 你发现有个女孩 这个女孩啊 跟我们现在 粗点话说 拜家娘们 什么双十一双十二 这个剁手呢 哪次都有他 往死了买东西 非理性消沛 花男朋友的钱 花钱无度 今天啊 这个明天要那 要好包 要好车 你发现 说这个女孩这么差劲 这个男的居然 就不跟他分手 而且他俩天天 穷炒恶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男的会觉得 我在你身上 花这么些钱 这个分手 是我不能承受之重 我负担太大 就我在你身上 投入这么多了 你说要分手 我怎么面对自己 所以就继续投入吗 所以这就是分手成本 他这道理像什么呢 有两口离婚了 互相之间的敌视 有人说 一夜夫妻百日恩 分手就分手 你好去好散 不是 有那恨的地方 为什么 觉得我在你身上 投入太多了 你说 房子我买的 车我买的 你所有东西都我给的 一历婚夸 你分走我一半财产 我恨死你 他是有投入在里头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管的 叫分手成本 其实这绝不仅仅是 恋人之间 就我们平常人 也有这个道理 说平常也没有感情 怎么分手 我举个例子 我以前做老年观世界的时候 分析过一个案例 什么案例 有个老头 遭遇到电信诈骗 很常见 你中奖了 还是中了一个好几十万东西 但是你得先交税 交手续费 交什么的 遇上骗子了 这个很常见的电信骗术 老头上当 交了手一倍 交税 把这骗子再变别的招 你还差什么钱 你还差什么钱 还有个程序的费用 怎么 这老头就不断的给 就为这个付出了 大概有十万块钱左右了 这骗子都骗不下去了 就能想着 各种理由都想到了 最后就把这个移交给同行 移交给另一个骗子 来你接着来吧 我编不出主意了 这个骗子我会 接着来 接着骗着老头 这老头接着上当 给钱给钱 我们都难有理解 一直到最后 这骗子说 大爷 我实在是想出别的招了 我明告诉你 我就是个骗子 就骗你钱 你别再给我寄钱了 就把骗子整的 都良心发现了 大爷是怎么想的 这过警察调查这案的时候 问这老头 大爷你怎么蠢到这场 老头说 我钱不是 你说我都花那么些钱了 你说这事 我要说现在他是骗子 我要放弃 我那钱不白瞎了吗 万一这要是真的呢 我是不是把损失牢回来 你注意 人为什么掉入到 这个泥潭当中 就是他觉得 分手成本太大了 自己不能接受 你明白吗 就这个其实 对我们普通人 办别的事 他也存在一个分手成本 就我们跟一件事分开 跟一伙人分开 离开一个团队 包括传销 你想想 陷入传销里的人 把自己钱拿出来 购买了第一份产品 什么理财的 什么这那不过 然后又把自己亲朋好友 给往进拽 这全是投入 结果现在你打击传销 你带回来 走吧 这是传销团伙 你回家吧 他不甘心 那我献了你那钱 因为我们大家也值得 有一个无奈的现实 基本上金融诈骗和传销 这类的 你想把损失捞回来 是太难了 咱不说没有 就太难了 你把这些都花上去了 亲朋好友你也得罪了 你以后怎么混 你能甘心吗 所以有些 陷入传销里边 被救出的人 他回头再陷进你 这是什么道理 就是我们给道出分手成本太高 这个绝不仅仅是恋人之间 你就想着我刚才举着例子 被诈骗的老头 陷入传销组织 这些很疯狂的人 说真可恨 都值得传销骗人 拽得回来又去 拽得回来又去 怎么说也说不听 我告诉他 他不能承受分手成本 因为他世界就这点东西 要是亿万富翁 你像马云王健林 被骗也会就拉到了 他不行 所以我说 刘欣 犯的第二个 不能饶恕的错误 提升了两个人的分手成本 这下来让陈日鹏觉得 我更加不能跟你分开 所以他会继续纠缠 你看 刘欣收钱包 这俩错误 托尼带水带来的两个错误 第一个 给了他希望 事实上是没有希望 第二个 分手成本提升 让陈日鹏在这里边 纠缠的更好了 那姜哥本身 有没有一些 自己的失误 导致了这样的裁剧呢 就是你从刘欣这个角度来讲 他教姜哥 这么一个朋友 这样一个朋友 看似就会觉得特别不靠谱 他也不关系 主要是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刘欣本身的不靠谱 对 刚才我们不给大伙说了吗 刘欣刚才是 一个犯的托尼带水的错误 还有第二个错误也挺大 就是在两人相处过程当中 他做了一些让步 这个什么叫让步 大家也都知道 就陈日鹏拿什么威胁刘欣 裸照 视频 照片 就这种东西 有人说 他也不是他想拍 他趁他睡觉的时候就拍了什么 你包括视频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两个人无论多好 这些直接处击底线的东西 是不能留下的 你俩人好他行 那不好呢 长江有日思五日 末代无时死有时 所以你这些事情 涉及到一个女孩子尊严隐私的东西 你能这么轻易的交给对方吗 咱们现在很多孩子也挺开放 脸好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拍 你最后想想 这全是隐患 就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不能让步的 但这个刘欣可能是当时并不知道他在拍 所以是在他睡觉的情况下偷拍 拿他当做一种威胁他的方式 一定要的删除 就是说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什么挥权于地 还有一个 有我说的让步这点 大家想想 分手的时候 往往有一方在祈求对方 咱俩好一回 这要分手了 能不能最后拥抱一次 最后吃一次坏 甚至说最后再在一块住一晚上 有人都提出了 你记住 这都是得寸进尺的东西 你让步了一次 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所以为什么分水 不能脱泥带水 要干净利寸 这个东西是快刀斩乱麻 时间越长 你个人可能承受的就越沉重 还有一个事是不是也挺关键 就是陈世芬后来再去找流星的时候 流星换了个打工的地方 然后他就指着自己的一个同事 就是说这是我男朋友 对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这件事是不是也对陈世芬 你说这个很重要 这是流星犯的第三个错误 刚才我说嘛 拖泥带水第二让步 第三个错误什么 激怒对方 有人说那我要回绝你 那我当然得激怒对方 你可能生气 我告诉大家 拒绝人呢 它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技术 咱们有的时候我们提倡 拒绝的时候别拖泥带水 很多人总说婉拒 就说我不伤面子 比方说我 你追求我 我不答应 其实你是个好人 但是我觉得我们真不合适 你一定会碰到一个更好的女孩 她会比任何人都爱你 这话是没用 你碰到那通情达理的 一点就透就行 你碰到那一根筋的 一听什么 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你干啥不跟我好 你不有病吗 他认死理 他接着来 很危险 所以这时候你要拒绝他 你就直接一点 你说你不错 我承担 可是咱俩不会是在哪呢 我就喜欢帅哥 你长什么样你也清楚 我就这么庸俗 所以你还不如找一个品位比我要高的 好吧 他一下子就完了 但是我说这种干净利索的拒绝 不等于激怒 激怒是什么概念 你拒绝他不是博他面子 但是激怒绝对是毁了他的尊严 刚才你说这个 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刘欣跟陈日风分手了 陈日风纠缠刘欣的时候 就到了刘欣打工那家店 结果赶上下班 刘欣为了躲避他纠缠 顺手拽过自己一个同事 姓林也是中国人 这我男朋友 你琢磨琢磨 陈日风不会像说相上里头那么轻松 你是我红色接班人 完了这位小林官 前辈前辈 不可能 他心里估计是恨的 这么快你就有新人了 你这么快你就有男朋友 你当我面 这是男朋友 咱俩是他觉得我尸骨未寒 咱俩还没了呢 你来这个 这个时候就储怒了尊严 为什么呢 对于一个想法极端偏激人来讲 平常人两大仇恨 杀户之仇 夺妻之恨 更恨了 所以他由此恨无极无 恨上这小林 结果这事发生之后呢 结果是所以把姜哥杀害了 对 有人说这小林减条命 如果要不这 他可能就威胁小林去 对 所以我说 这是第三 那是有可能 不要拿这事激怒人 你跟人分手就分手 我不答应就不答应 别到时候一花接木 拽一个垫背一点 这我男朋友怎么的 我跟他已经好了 这个东西 在非理智情况下 最容易激怒一个男人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 避免事情进入到一个 让自己无法转身的地步 就像我们以前 你看很多搞公安的朋友 都告诫大家 说一旦你跟谁情绪激动的时候 你就可能远离厨房 因为厨房拽起来就是把刀 情绪这东西很难说 就是你要离它远点 对 就是我们这时候 路逢险处虚当毙 不是才子莫印师 就是你自己 你要惧怕哪种怀 你轻易不要涉身犯险 恐怖子讲 子不立于危强之下 不在那种晃了晃了 要倒墙着站着 就直到险处你躲 这个是对